夜幕降临,天下大雨,也注定了这个夜晚并不平凡 一群盗贼闯入一浪人武士家,开始烧杀抢掠 主家夫人为了不让他们伤及孩子,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 可不曾想,带头大哥见色奇异,困住了他 无法动弹的阿福,听着孩子们的哭声,妾室的讥笑声,无法再忍 一种是母性的本能,还有一种是长久以来妾室对自己的侮辱 他鼓起勇气拔刀刺死了带头的盗贼,随后又杀死了嘲笑他的妾室 这一幕正好被丈夫孩子们撞见,丈夫气愤妻子的做法 以及为了保留自己的颜面,决心修了阿福,让他去别处自寻出路 并让他天明之前离开,被通议觉得阿福自视丈夫已容不下自己 只好狠心离开三个儿子,准备去往外地寻求自保 但还没走多远,孩子们竟一路跟随母亲跑了出来 两个孩子请求母亲带他们离开 但阿福看着还未成年的孩子们,即使心如刀脚 他还是忍痛拒绝了孩子们的请求 现在的自己已经流离失所 他又能如何拖累了孩子 阿福依然居然地转身离开 孩子们则喊着母亲扯着他的衣角,不让他离去 但他已别无他法 即使自己吃苦,他也不能让这三个孩子跟着自己流浪街角 他狠心将孩子们推倒在地 全然不顾孩子们如何哭喊,还是伤心欲绝地离开了自己 就这样,他拿着竹竿穿着草鞋 独自踏上了去往江户城的方向 几天几夜的路程,他不知是如何坚持下去的 饿了便讨个饭团,渴了便喝吸水解渴 下雨了便躲在废弃的寺庙里度过一夜 雨停了便继续赶路 而他还要时不时地忍受着 障奶和思念孩子们的痛苦 是当草鞋磨破,脚上血肉模糊 他才抵达江户城 在这个乱世之中,他只想活下来而已 来到江户城,他拜访了之前与父母亲世世交的恩人 寻求帮助,并恳请收留 看着阿富如此遭遇,这个看似不太面善的大人 竟收了了他 阿富因此不深感激,并向大人表示 自己不会长久结束,会尽快找工作离开这里 夜里,阿富看着桌子上的残羹剩菜 父亲在心中暗下决心 他绝对不会永远背负丧家之犬之名 阿富由不由想起了那段让自己痛苦的回忆 父亲因为参与了本能寺之变 被称为叛贼 在逃亡途中,他亲眼见证了父亲的惨死 母亲被凌辱的悲惨画面 当时在江湖城中的第二代将军 秀中的正是夫人阿江快要临盆 而他也正是今后一直影响着阿富命运的人 他有着与阿富相同的遭遇 也是父亲被杀,城堡被烧 被迫和母亲一起流亡的辛酸史 但如今的他已手握大权,更是风光的厉害 阿江寄希望于这次怀孕能一举弹下林二 继承大统 阿富想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很难 几天过去了还是毫无所获 在这冰花麻烂的时代 想找份工作可以说是异常困难 阿富失落地走在河边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过路的行人议论纷纷 说是将军夫人马上要带下少主 宫内正在招聘辱娘 但好像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人 一旦进宫,一生不得出宫 没有哪个人愿意抛肤弃子 一生待在宫内 阿富一听,心中便顿时有了想法 阿富在街上看到了宫内公布的榜文 一走投无路的他 直接无视了一入宫门便再也出不来的可可条件 决心进宫一室,派一路小跑回石田大人家 请求大人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 并此还借下了石田大人一顾夫人的小绣服 前去将军府求职 因为年幼时的他 学有京都风格记忆 且有武士家庭的教养 以及石田大人的推荐信等等 经过了京都所思代 还有阿查局的层层筛选 觉得阿富确实符合宫内招募条件 就这样,阿富被选入城中 朝见德川家康将军 德川家康仅见阿富一面 就对他寄予厚望 并希望他以后能尽心照顾即将出生的少主 直到少主年晚热冠之时 因获得家康将军的同意 阿富很快进宫 见到了传说中的第二代将军 秀忠与他的正式夫人阿江宇 将军对父亲相中的乳娘很是满意 但正式夫人的母家与阿富家族有世仇 因此并不放心将自家孩子交由阿富来养 夜里他便跟将军提及了此事 但阿富是父亲所选 他只能先安抚妻子 自己会去与父亲谈论此事 并作答回复 另一边阿富被带到一处住所 从此他将在这里 等待阿江宇夫人 诞下少主 抚养孩子长大 这便是他今后在宫内的职责 阿富环顾四周 不禁想起离开孩子们的画面 潸然泪下 以后能不能再见孩子 他已经不敢奢望了 很快 阿江宇夫人到了临盆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交集地等待着 如阿江宇夫人所愿 他拼尽全力 成功诞下灵儿 得知是男孩的他高兴不已 他着急想要看看孩子 但还没来得及与孩子见上一面 孩子就被管事抱走 阿江宇被迫与儿子分离 从此便将此仇恨 对准了奶娘阿福 另一边 孩子很快被抱到了阿富房中 阿富接过奥奥奥的少主 竹签黛心痛不已 他又想起了自己那三个可怜的孩子 他眼含热泪 并按下决心 要将竹签黛 是位自己今后的唯一宝贝 守护他 只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此后阿江宇 看着自己拼死生下的孩子 与仇家的女儿如此亲密 更是心生怨恨 以至于后来开始连带着排斥 自己的亲生儿子 阿福高兴地带着竹签黛 来到正夫人宫中 会保孩子情况 并请正夫人抱抱孩子 但他的这一举动 也使得阿江宇对孩子更加反感 阿江宇更是证问阿福 今后该如何抚养孩子 再听闻阿福说 会毫无私心地抚养竹签黛 并会用自己的忠心 守护他一生时 阿江宇夫人听闻 更是大笑起来 一个身上流淌着 逆沉之血的人 也偏与自己谈忠心 要不是阿福的父亲 自己的家族 也不会被密在本能寺 今后的他 可不能再长大一了 阿福原本只是想进宫讨生活 可不曾想 在这深宫大院中 却容不得他 想要安静生活的想法 面对正夫人的步步紧逼 也不由得挑起了阿福 这一路走来 被人鄙视的愤怒 至此 阿福与阿江宇夫人之间的 长期对立自此展开 阿江宇从此舍弃了竹签黛 更是不愿意见他一面 其实阿福 兴奋地报告正夫人 孩子已会走路 并夸赞竹签黛 作为继承人少主的 胆量和气魄时 阿江宇夫人更是不以为意 并还斥责阿福大惊小怪 阿江宇又得意地 俯着肚子的阿福说道 自己又有了身孕 而且他相信这个孩子 肯定又会是个男子 并还开心地说 以后继承大统的 有可能并不是长子 叶一身 阿福想起正夫人白天 对自己说过的话 更是难以入眠 他跪在神牌前 祈求上仓 能让阿江宇夫人流产 但最终阿福的愿望 从此阿福与阿江宇夫人 连带着竹签黛和国松 围绕将军政权的继承人问题 展开了两人之间的真正交流 也以此日为戒 拉开了帷幕 长庆十六年 此时的少主竹签黛 已有七岁 正跟首艺青山大人学习政权 一旁的阿福在一边提醒 还有三天 将是少主觐见将军 与郑夫人的时候 并希望青山大人 还是教少主一些礼仪措辞为好 竹签黛从小没有母亲 和父亲的陪伴 性格也变得唯唯诺诺 与弟弟国松 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大儿子的拜见 郑夫人从不会 正眼瞧伤大儿子一眼 不但如此 他更是在弟弟国松面前 嘲讽朱签黛 虽然朱签黛从未得到过 母亲的半分宠爱 但他依旧欣信母亲 他的爱 从来都是那种小心翼翼 届时在生日当天 只是收到母亲的 一只简单的毛笔 也是视若珍宝 看着弟弟用母亲玩耍时的样子 他从不敢靠近 有时 他还会用母亲 送给自己的毛笔 画出母亲喜欢的鲤鱼 他浮现着竹签黛对母亲 毫无保留的爱 竹签心疼的厉害 突然 国松闯入 见哥哥画画 也提起了兴趣 他硬是抢走了哥哥的画笔 两人在争执过程中打了起来 竹签黛签黛脏了自己的话 气愤的将他退倒在地 听完儿子国松的哭泣声 阿江宇立马赶了过来 他不问其原因 便直接斥责竹签黛不应该如此 并让他以后 不要再接近国松半步 还让他好好反思 阿江宇夫人的如此做法 也让阿福更为竹签黛感到心疼 他也就此下定决心 一定要服侍竹签 继承大统 这天 他见宫内的所有人 正在为国松的生日忙碌着 阿福看着众人送给国松的礼物 有些不解 为什么竹签黛生日时 没有如此待遇呢 询问过后才得知 正夫人曾宣布过 今后将军的继承人 是国松这样的消息 而这个消息 也在大奥内部传开 阿福音担心少主 在今后的发展问题 并去找秀中将军 询问真相 他对将军直言 不天见语 有些不符合武士家的常理 将军听闻此话 脸色大变 身为辱娘 这也不是他该操心的事 关于牺牲人一时 该决定的时候 他必定会决定 另一边 国松屋内 礼物满屋 正夫人看着众人 给国松送了礼物 甚是欣慰 并满脸骄傲地说 国松天生就拥有不凡的气度 随后 他又对将军直呼 还是国松比较适合当继承人 如果不是太上将军 还是绝对不允许阿福那个女人 在这里待这么久 迟早有一天 他会将她赶出江湖城 这些话 也不仅让将军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为了避免两个儿子日后相争 第二天 他便召见了阿福 将军劝告阿福 以后不要再提及继承人的事情 便让他发誓 今后不要再有政府人生气 阿福无可奈何 只能点头答应 这天 阿福带着少主 在花园散步 正巧遇见政府人 带着国松在花园练习见到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不仅让竹签袋 既羡慕又失落 阿福见状 只能紧握竹签袋的手 表示安慰 这时 一扑送来报 这是太上将军 为阿福送来赏品 便让阿福去往正厅零赏 加康将军 将阿福付两少主有功 不仅提升了他的前夫为大名 还将阿福的长子千雄 提升为了少主竹签袋的贴身侍从 当见到正厅 作者的儿子时 阿福的内心无畏杂陈 不知是欣喜 还是担忧 阿福的长男被提升为侍从后 改名为正圣 阿福见到儿子 虽然喜悦 但他还是对儿子直言 现在的他 也不再是他的母亲 只是少主的乳娘 而他也只是少主的侍从 以后他们不能以奴子相称 便让儿子将此话铭记在心 以免在宫内 落得别人口舌 此时 他与阿福离婚的前夫道业 正为朝拜仪式来到了江湖城 阿江宇在远处看着 顺制讥认阿福的丈夫 就是山野村夫 并让身旁的朋友去查询 他与阿福离婚的真正原因 下人找到了阿福的大儿子郑盛 希望能在他这里探出点秘密 但郑盛严谨 只说母亲是为了光药道业家 才会与父亲离婚 并争取为德川家效力 才会抛夫妻子 虽然郑盛嘴言 郑盛严谨还是打探到了 关于阿福离家的真正原因 阿江宇描手了阿福 她开始了赶走阿福的第一步计划 传要求的歌宴上 众人齐取于此 热闹非凡 阿福见少主一类忧郁 总是为母亲的事心生烦恼 并决定亲自上阵 讨少主欢心 阿福的表演在一阵欢呼声中结束 阿江宇欲梦已久 让阿福上前领赏 毫不知情的阿福 跪在阿家里面前等待赏品 阿江宇扔出手中的扇子 便直接在众人面前道出了 阿福守人盗贼与小妾的事情 众人听完一脸惊讶 但面对郑夫人的怒斥 阿福依旧淡定从容 对郑夫人抱以微笑 并还大胆地收下了郑夫人的赏词 此事过后 阿福守人盗贼小妾的事情 被大肆传开 宫内所有人在阿福背后 议论纷纷 小小的朱仙 大意不然问起了 这件事情的真相 遇到少主的问题 阿福并没有回避 反而大胆直接回答了少主的话 随后他又说道 如果阿福再有变成恶魔之时 那一定是为了少主 总有一天 他会把少主扶上君灵天下的宝座 阿福的这些话 让朱仙再感动不已 他决心要与阿福一起 面对今后的种种困难 趁宫内流云四起 阿将宇更是趁此时期 步步紧登 让将军将阿福赶出宫去 并让其不要再听父亲的话 一定要离古松为下一任将军 孝中听见了阿将宇的话 更是一脸无奈 并没有给试答复 阿将宇经将军并没有辞意 便亲自前往朱仙袋的住处 想劝他主动放弃将军之吻 看着母亲的到来 朱仙袋是高兴的 但听完母亲的话后 他这才明白 母亲还是为了古松而已 他又想起了阿福对自己说的话 更是直接拒绝了母亲的请求 阿将宇听完大怒 甚至还对朱仙袋 说出了特别难听的话 阿将宇说完便拂袖而去 只留下儿子孤独一人 朱仙袋伤心欲绝 决定自行两断 但幸好为阿福及时阻止 见朱仙袋萎靡不振 阿福一巴掌打醒了他 随后阿福告诉朱仙袋 即使他死了 他的母亲也不会因此伤心 与其如此 赵主还不如强大起来 以此来报复他的母亲 今后的他没有母亲也没有关系 阿福会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 即使今后的暴露铺满荆棘 他也绝对不会离开 今后自己便是他的母亲 朱仙袋听完 不见阿福怀里痛哭 自此之后 朱仙袋松蔽了自己对母亲的爱 放弃了那个 一直不喜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主睡去 阿福似乎看见了浑身是血的父亲 正在警告自己 如果再这样下去 恐怕他们家还会继续背负丧家之犬之名 是啊 他绝对不允许 现在的事态再任其发展下去 他要做一些行动才行 一个月后 阿福双生要去一世神功 为少主祈求五颖昌盛 不过他此行却是另有目的 目的就是郡府 而今之际 伟友相只在郡府成了家康将军 比明一切 而后再利用其力量 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阿福打定了如此主意 事情一旦败露的话 则向上人头不保 阿福甚至已经做好了 牺牲性能的准备 而这也是一次以命相夺的处理 而他已经做好了 要掉脑袋的准备 很快阿福来到了郡府成 面对何而可敬的家康将军 阿福鼓起勇气以命相夺 告知了太上将军 道内部现在所出现的问题 家康将军听闻阿福 以下范上之言大为震怒 他斥在阿福身为乳娘 就应该忠心效忠于将军和正夫人 不得妄议揣测 面对家康将军的责骂 阿福不用又要停下来的意思 既然来了 他就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告知 说到中意 他自进宫的责任 就是效忠少主一人 为了少主 他不惜变成妖魔鬼怪 如果少主被废 他也不会狗活 还没等阿福说完 太上将军再一次勃然大怒 他直断手中折扇 怒斥阿福建议犯上 不让其退下 然后愤然离去 即使阿福已做好 要失去生命准备 但刚刚的一幕 还是让他感动了后怕 自古以来 君王都是极其反感 外戚干政 更何况 他只是一个乳娘 这也是太上将军 为什么不愿把竹仙带 放在亲生父母身边的原因 就是为了防止母子关系太好 从而导致外戚干政 影响朝政 阿福坠着不安地回到了将军府 今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知道 回光的他 正巧遇见迎面而过的正夫人 也更是小心翼翼了不少 而将女士阿福为眼中钉 走前还不忘熟了阿福 去往一世为少主祈福指示 随后 威胁阿福 想要跟自己闹 那他以后的下场 就如这蝼蚁般 刚走不远 一普通来报 说太上将军降临 阿将宇回头看了眼阿福 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 但也正好 他可以借此机会 探探太上将军的意思 但这也让阿福感到了不安 正厅内 众人齐聚 跪拜加康将军 加康将军开口 他先是问起儿子秀忠 最近是否听闻了 关于继承人的传言 秀忠听闻不敢做答 太上将军又说道 想要保天下太平 德川家就一定要稳如磐石 绝不可以发生 争群夺位之事 随后太上将军 又亲切地唤起 竹仙带的名字 并照着让他到爷爷身边坐下 还分起高点的竹仙带池 一时疼爱 弟弟国宗见此情景 也闹着要吃点心 阿将一眼看机会来临 便让国宗亲自去爷爷那边 讨点心池 国宗还没上台 便被太上将军制止 太上将军又借国宗前来 要点心之时 警告了郑夫人 陈敬军 立敬兄 思奈世间常领 反其道而行的陈范上 地独兄妹 此类种种都叫谋反 谋反应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并让其好好教育国宗 切勿超越了自己的本分 也一丝警告了一旁的儿子秀忠 随后太上将军又到着众人的面 与长孙竹签带约定 原来 太上将军又竹签带的储君之位 立威兰 自此 公佑的仆人 再不敢大胆无视少主 阿福也就此放下心来 这日 阿福的前夫 道业正成来访 他请求阿福将丧儿子郑丽 推进到国宗身边当侍卫 为保证道业家乡火不息地延续下去 一个铺垫不如两个 谁也不知今后的世道如何 阿福虽觉得为难 但还是应允了下来 他本以为会遭到阿将军的拒绝 也正好打消前夫的念头 但子能阿将军竟欣然搭运 让阿福的三儿子郑丽 成为了国宗的贴身侍卫 阿福本以为有了太上将军的支持 主战代以后的地位肯定会本如磐石 但事事能料变化莫测 太上将军在云河二年四月病逝 二代将军秀中更是伤心不已 但阿将军却反而大喜 他步步紧逼将军趁此机会 改立国兄弟记住 岳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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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